秦王嬴政从13岁登基,22岁开始亲政,从他亲政的第八年开始,用了十年时间先后攻灭了六国,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,秦朝。 这一年,嬴政39岁。 那么,他为什么被称为千古一帝? 为什么他所建立的制度,可以奠定中国两千多年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呢? 本期视频,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统一制度的具体内容。 秦灭六国之后,丞相王宛,御史大夫冯杰,廷魏里斯,及众多博士都认为,嬴政的功绩是古今罕见的。 夏商周的统治者都被称为王,嬴政如果还称王,就不足以体现嬴政的功绩,需要重新有个称号。 太古时期,最尊贵的莫过于三皇和五帝,而嬴政得兼三皇公共五帝,因此就从三皇和五帝里各取一个字,即皇帝。 嬴政自称始皇帝,他规定,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,就是二始皇帝,三始皇帝,乃至万始皇帝。 所以,从秦始皇之后,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称帝后,都被称为皇帝。 那么在社会制度方面,秦始皇又进行了哪些统一的改革呢? 第一,书同门。 在秦统一六国之前,各诸侯国都使用自己的文字,这严重阻碍了政令的推行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。 于是,秦始皇下令,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,规定全部以秦小传为统一书体。 并命令李斯、赵高、吴无敬,分别用小传编写了苍结篇、爱理篇、吴学篇,以此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,在全国推广。 这不仅是对此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和演变所做的一次总结,也对后世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第二,车同轨。 春秋战国时期,各国的马车大小不一,车道宽窄也不同,没有明确的标准。 以前的马车是在车车中行走的,车车是被车轮压出的路槽,马车在车车中行走,不仅速度快,还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气候对道路运输的影响。 现在的考古学家,在秦朝的一些重要关爱和枢纽上,还能发现车车存在的历史印记。 因此,各国车辆大小不同,就很难在同一条路上行走。 更为重要的是,秦始皇还要下一盘大棋。 从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开始,秦始皇就下令修建以咸阳为中心,通往全国各地的池道。 这样,齐国的盐、赵国的铁、巴蜀的粮食、楚国的铜都可以被快速地运送。 这不但是经济上的进步,更是秦朝政治力量的体现。 于是,秦始皇下令将全国所有车辆的轮距一律改为六尺,这样,全国的道路网就可以畅通无阻了。 第三,统一度量衡。 度是用来计算长短距离的气绝。 量是测定容积的器皿。 衡则是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。 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,秦统一后,不同的制度就严重阻碍了税收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。 于是,秦始皇便以秦国原有的度量衡为标准,在商鞅曾经颁布的标准器上,加克统一诏书,制成统一的标准器发布全国。 只要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都一律被禁止使用。 第四,统一避制。 秦始皇通过两种途径来统一货币。 其一,严禁私人铸币,将货币的制造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。 其二,废除六国的原有货币,统一使用原型方孔的铜钱为通行货币。 将铜钱的单位改为半两,并在铜钱上明确地注明半两两个字,俗称秦半两。 这种钱币的形式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,很多封建王朝的铜钱形式都跟秦半两极为相似。 第五,统一施行俊宪制。 从上央开始,秦国就一直施行俊宪制,而其他六国还是沿用周朝的分封制。 统一六国之后,大臣们对于继续施行俊宪制还是分封制有很大的分歧。 丞相王朝主张,秦国刚刚攻灭六国不久,原来的燕国、楚国、齐国等这些地方距离咸阳都比较遥远,如果不建立诸侯的话,很难有效地控制这些地区。 所以,他提议将皇子们分通到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进行管控。 秦始皇就将这个提议交给大臣们商议,大多数人都赞成王朝的意见。 可是廷尉里斯却有不同想法。 他认为,周朝当时也分封了很多的同姓诸侯,可是年代久远之后,血缘就逐渐疏远了,后来相互之间,征伐不断,视为仇敌,最后连周天子都没办法阻止。 如今国内一致,全都建立了郡县制,是完全可以控制的,不会致使全国纷争。 而如果分封诸侯去管理这些地方,反而不利于统治。 至于皇子和功臣们,完全可以用赋税来进行赏赐和供养。 最终,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建议,继续实行郡县制。 将全国分为36个郡,之后又陆续地增加到41个郡。 同时,在政治体制上,实行三公九卿制。 丞相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,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,于是大夫负责监察百官。 三公之下,设有九卿,共同组成朝廷的中央政权。 地方的行政机构则分为郡和县两级。 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朝廷进行任免。 在线之下,再设有乡、亭、礼等基层管理机构。 至此,秦朝的基本社会制度得以确立,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。 他所建立的统一制度,为此后2500余年的中国大一统历史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可以说,没有秦始皇就没有中国的大一统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。 本期视频